在长途公路旅行之前 我们应该怎样检查车子 确保车子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随车可以带哪些简易工具 相对能够自己完成的一些道路救援 或者说道路修复的工作 讲一讲我在公路旅行中的一些小技巧 或者说小经验 我们先打开发动机舱 检查一下各个油业的状况 主要是看它的页面高度 是否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这个是刹车助力页 这上面还写着DOT4 这DOT4就是刹车页的标号 有DOT3有DOT4 有这么几种 这款车它告诉你用的是DOT4 这里可以看到最高是maximum 最小是minimum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基本在这个中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冷却页 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负 满的意思 基本的这就是一个 在标准范围之内的一个页面高度 丰田还有雷克萨斯 还有很多车 新一点车 都通常都用粉色的冷却液 有很多车 还有用其他颜色的 还有橙色的 甚至还有绿色的 如果页面高度不够的话 我们自己直接添加就行 当然一定要等车子凉了以后 车的温度下来以后 再用漏斗进行添加 添加的时候要确保周围环境的卫生 当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 因为很多油液 是有对人的皮肤 是有强腐质性的 最好是戴上一个手套 玻璃水 你看这里就已经空了 家里也可以备一两桶 因为也不贵 加入站超市 两美元到三美元这样 因为我们开高速的路上 经常迎面会吹来很多虫子 或者说遇到下雨的时候 玻璃会弄脏 所以玻璃水还是要准备一下 那么看一下机油 它的擦进去擦干净再拿出来 这样就是一个真实的翼面高度 因为车子在运转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抖动 翼面会上下浮动 这是在一个正常的两个标尺范围内 也非常清澈干净 机油这个东西 你只要知道它的更换周期 你上一次什么里程 什么时候换的 基本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看一下这个电池 我这个电池 大家看这个正极 已经开始有很多蓝色粉末了 这就是电解质液吸出的粉末 已经是一个开始变得不健康的一个趋势现象了 我用金属毛刷 把它里面的这些粉末都清洗掉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套 这个是12号的扳手 这个是10号的 断电在接电以后 车子的系统 基本会自己有一个reset重置 所以说如果大家电池断电之后再放回去 你发现时间也不对了 一些个人设置 一些蓝牙记忆的一些手机 连上一些音乐播放 好像有一些重置了 归零了 这点大家不要感到意外 因为断电 车子的电脑也彻底重启了 相当于 OK 接下来说一说 我长途自驾的时候会带哪些工具设备 进行一些应急情况下的简单处理的 当然如果说这个车子 一些电路 点火 或者说供油 油泵 这些复杂都出了问题 基本上也就得叫拖车了 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在路边进行解决和修复的 一些简单的问题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完成的 比如说车子的点火 刚才有说了 因为电池问题所导致的车子无法启动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准备一个drop cable 也就是说一个启动连接电的这样一个线路 在选购启动线的时候 start cable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有一个参数 是wire gauge 也就是说它的传电的导电性 基本上可以理解成这个线路的粗细 一般的级别 我们都选择6或者8 如果是10的话就更好 当然不要低于6这个数字 我们在超市或者说在商场选购这些设备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商品描述的 如果是太低的话 导电性会非常的差 此外这个材料也是如果选择全铜的 也就是说从导线到这个cap 卡子全是铜的 这样导电性会好一点 当然有很多比较便宜的它会掺入其他合金 这导电性就一般 这是选购这个线的时候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 出门之前 我要先检查一下我的轮胎 这个是一个tire gauge检查 胎纹深度的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行 如果它非常的薄了 它就会出现红色或者是黄色的警戒线了 同理另外两侧也是 如果没有这个比 其实大家用硬币也可以 那么轮胎没气了 通常会在车上再带一个气泵 这个气泵是通过汽车点烟器电源 可以自动设置 你要打入多少帕斯卡 或者说多少压力的气 到了参数设定 它自动就停止了 关于胎压 这里多说两句 我们车子的胎压要求参数 都在驾驶员侧的门框上 绝大多数的车都是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前轮是要求是 240千帕或者是35PSI 跟后轮很一样 然后备胎还有一个参数 这是两个单位了 一个是公质 一个是英质 出发之前 先研究明白自己的车怎么换备胎 或者说备胎在哪 轿车 四门轿车就很简单了 基本都在后备箱底边 把这个衬板一掀开 就能看见备胎 像这种SUV或者minivan 它的备胎 通常是需要在驾驶舱内 进行一个释放 比如说是这样 这个车我也是上网查的 它这里有一个锁 然后这是一个key 相当于一个钥匙 把它放上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摇杆 这样进行摇动 我就不演示了 然后把它从底下释放下去 这样就可以更换备胎了 当然我们在出行之前 还是要检查自己的这些应急工具是否都齐全 尤其是千斤顶 它在这里 外边有一个图案 这个是一个千斤顶 所以换备胎 我自己又多带了一个枝杆 或者是手柄 Universal的一个各种常规尺寸通用 这样的手柄左右拧动 就会非常的省力 这相当于一个换备胎的附属工具 或者说一个省力的工具 那说完了随车工具 或者说随车的一些应急器材 我来再讲一讲 我公路旅行的一些小经验 或者说一些车内的一些设备 那么先说一下GPS 这个Garmy 我用的这是Garmy的导航 这种GPS 大家可能说 现在手机网络都这么发达 怎么还用这些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卫星导航 它在我们去一些偏远地区的时候 尤其是去自然风光 沙漠山川 尤其是这些森林里边 这个东西比手机好用 当然这也跟我们自己用的手机的运营商有关 有的运营商 它的信号覆盖就非常好 然后来讲一下电子狗 雷达监测器 当然这个的监测是监测警察的 美国警察很多都是游击队 它猫在墙脚下 猫在桥蹲下 猫在树丛之间 很少有全程监控的路段 基本都是现场抓现行 都是警察出来追车的这种 绝大部分地区对于乘用车 法规名列要求是乘用车 也就是说我们的私家车 是可以用电子狗的 有两个地区是特例 第一弗吉尼亚州 VA Virginia 这个州是美国的国防部 军事设施 还有一些卫星雷达 这些分布比较密集的州 这个州是禁止用电子狗的 第二地区就是华盛顿特区 白宫 美国议会所在哥林比亚特区 这两个地区是明令禁止用电子狗 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 有人会说你为什么要用电子狗 你是不是想超速 其实我们在超车的时候 很难说不超速就能完成超车 超速一到两分钟 一到三分钟来完成一个超车 这是很正常 然后超车之后 我们再回归到正常限速内 只不过用这个东西 可以在你想超车的时候 看一下周围有没有警察 来确定一下 防止正好被呆个正着 对吧 一直都是很遵纪手法的 只有在超车的时候 正好遇到一个警察 自己就会变得特别的被动 行车记录仪不用我多说了 无论是不是长途旅行 只要是在公共马路上进行驾驶开车 我都是强烈推荐 要用这样一个东西的 这都是一个保护自己的途径 保护自己的工具 因为我们也无法保证 所有情况下都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所以说留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 这是最好的 最后分享一点 我自己公路旅行的经验 首先我会在地图上进行查找 把一些风景公路放到我的路书里边 我一般会安排每三到四个小时 进行一次停车 也就是说找一个博物馆 找一个公园 进行一些缓解或者说游览 然后我会把我的行程提前写好 比如说日期哪天哪天 对吧 从宾馆到第一个景点 大概是多长时间 地址 营业时间 然后停车地址 我会在周围的查好 什么时候吃午饭 算好 大概什么时候会饿 周围哪有饭店 都会大概的找一找 再说一个小经验 当我们大周旅行的时候 周界之后 高速公路上会有很多休息区 Rest area 第一个休息区 新进入一个周的第一个休息区 基本叫做Welcome Center 叫做欢迎中心 区别于普通的休息区 Welcome Center 除了有基本的一些自动售货机 洗手间 小公园之类的 它会有很多额外的 本周的一些特色景点 一些特色地标 活动好玩 好吃的一些介绍的很多文章 或者说一些宣传册 宣传画 我会在那里再收集一些信息 这就是Welcome Center 第一个休息区里 会有一些 本周特色的其他的一些信息介绍 OK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汽车文化 产品 消费 市场 商业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称优费 人闻 Annie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